老电影贴士 说说小故事 上海国运影坛顶流杨奈梅的人生启示 从上海风头燕心到香港潦倒乞讨 再致台湾依亲养老的由衷感悟 从前的时候自己觉得便是人间的温暖 自己走到哪儿 哪儿便是热烘烘的 后来潦倒于贫穷和疾病中时 又觉得人间并无温暖 走到哪里全是冷冰冰的 可是到了最后 我还是得救于人间的温暖 1957年初 香港《星岛日报》发起季评运动 得到香港影剧界鼎力相助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善举 可数少士动员旗下影星 与皇后戏院一演青宫院话剧 游敏乐地钟情等青春女星 轮番以真非半相粉末登场 不仅掀起一波话剧热 更赢得舆论好评民众赞赏 身为《星岛日报》活跃分子的 记者周一新 在走访一名中医时 偶然聊到所属报章的计评运动 未料当他眉飞色舞描述风公伪业时 中医却面露感慨道 走红的明星救济别人 牢去瓶病的明星没人救 似有隐情的窥探 瞬间触动记者的职业敏锐 经过再三追问才得知 30年前大名鼎鼎的明星 杨奈梅露宿街头的消息 尽管认识杨奈梅的人以至少于不惑之年 为人是一位有知名度与话题性的退影明星 父亲为皮革富商的杨奈梅 在1920年代上海影坛堪称新潮摩登第一人 除拥有上海第一架装有无线电收音机的 美国进口凯迪拉克新型汽车 也是社交场上风头最见的名流女星 自组电影公司片酬最高升至1万元 也就是差不多等同于今日的台币1000余万元 一夜豪赌惨输40万 也就是差不多三四亿台币 隔日立即凭一己之力清偿 谁能料想在她销声匿迹30年后 竟是如此令人唏嘘的处境 新岛记者周一新在中医师协助下 终于密得蜷缩于德府到西奇楼 乞讨度日的杨奈梅 她本不愿承认真实身份 无奈当日寒风刺骨饥饿难耐 只得在接受援助的前提下 将自己的不堪曝露于公众视野 她无也道 我不愿生活下去了 可是我未死之前 总想见见现在台湾的女儿和外孙 衣衫蓝绿的杨奈梅 在小旅馆沐浴更衣后 娓娓到处跌宕遇 年少时是心想事成的千金小姐 毕业后玄吉平新潮反派角色稳居一线 当时都说上海人均患上了梅毒 不是迷上明淡梅艳芳 就是倾心明星杨奈梅 25岁自组奈梅影业公司 将骤然跳海轻声的民国 骑女子于美颜故事般上荧幕 自导自演骑女子于美颜 含着金汤池出身的杨奈梅 可谓老天爷喂饭的顺风顺水 她也为浪费这份好运 尽情吃喝玩乐随心所欲 自述喜欢追求刺激的她 在友人引导下染上赌博与吸鸦片的恶习 前者伤财后者伤身 幸而她才够多又年轻 恶习未造成恶果 外物众多重于玩乐且只会说上海话 粤语及英文的杨奈梅 于国语有声片兴起后逐渐淡出墓前 私底下的她依旧热衷社交艳影 毫无顾忌打算 不守常规的态度 看在几位包兄眼里尤为烦恼 认为替妹妹找个好人家才是解方 附带一提她此前已有过数段恋情与婚姻 唯都不胜如意 1933年迈入儿立之年的杨奈梅 经包兄介绍认识辅赐美学成归国 任职中央银行的陈军景 见惯无数能玩好玩善玩的公子哥 这位一心扑在书本 不会跳舞毫无娱乐生活的书生 倒令她油然而生敬爱之心 年貌相当的恋情 却因女方花名在外而遭到阻拦 不过根据杨奈梅晚年的说法 上海小报经常制造她的绯闻 以提升销量 但实际上每天根本忙得没时间谈恋爱 陈军景不只本身条件家 还是革命先驱陈少白之子 和花花女子结为夫妻总不太好 陈家出其虽多为辞 后在陈军景的坚持下选择成全 经过长达越狱的热闹喜宴 已成为人妻的杨奈梅 选择淡出影坛 做人处事意见趋收敛 为己随夫去移居广州 也应她的希望自然而然与上海一切断绝来往 陈军景见妻子为了家庭 从满天飞变为龙中鸟 不仅纵容她的阿芙蓉辟 自己也加入吞云吐物的世界 婚后一年两人的独生女 小名宝宝的陈玉玲诞生 在祖产必应下尚可过着舒适优渥的小家庭生活 虽然此时的杨奈梅已不若年轻时那般奢靡 维希时鸦片与出手阔绰的习惯人在 钱还是花得比一般人多得多 安乐日子在中共建政后戛然而止 陈家在广州的祖产全出充公 以宜居香港的陈军景与杨乐梅乐观地以为 几年后财产便可物归原主 于是依然在香港过着从前水准的生活 不料局势毫无变化 唯有荷包越来越扁 加上夫妻俩都是不肯低头伸手的性格 照杨奈梅的说法 我们越是环境不好 越不愿去求亲友 亲友们落得亲近 雪上加霜的是压抑的情绪 直接影响丈夫的工作状态 失业及贫穷接连袭来 令她不禁溃叹 从前想尽人间富贵 如今却也尝遍世上心酸 每下郁况的日子 女儿陈玉玲的婚礼可谓难得喜事 杨奈梅夫妇拿出仅有一万多元港币积蓄 作为嫁妆 或可说是陈家最后的体面 之后两人从檀城街自宅 搬至永兴街女儿家 带陈玉玲与夫婿赵日孙迁居台湾 再挪往铜锣湾的小房 最终落脚于位在德府道中287号的陆海通旅馆 拥有里南大学和美国大学经济学硕士的陈军景 曾在两间报社任国际新闻编译 微博薪水本已深感拮据 遭辞退后更无以为绩 她并不屑向人哀求起怜 却又无力改变现实 不知如何面对一切的陈军景 于1956年底失踪 身体孱弱且覆不出防废的杨奈梅遭旅馆赶出 从此流落街头 这便是她与记者周一新相似的原点 杨奈梅行起的震撼消息迅速传遍港台两地 隐心灵带李梅等军慷慨解囊 影圈故旧王源龙蝴蝶则分别送上 拐杖与自家生产的热水瓶 台湾大陆灾包救济总会理事长古正刚表示 将协助其来台与女儿陈玉离家团聚 申请入台手续的同时 顽疾缠身的杨奈梅也于1957年3月5日 入广华医院检查 十余日后再转往广华护养院 至4月4日正式出院 治疗期间处院苗无音讯的夫婿陈军景终于现身 再见面两人相对无言良久 后逐渐恢复自然 精神状态颇佳的陈军景 隐性埋名在九龙星界 某时场为打时工 赚取每日5元的薪资 得知妻子得到良好照顾 陈军景每日都买1元茶叶到医院探室 尽管彼时的他也正罹患立即 1957年5月4日凌晨5点 记者笔下的落魄明星杨奈梅搭乘四川轮离港赴台 已在港找到新工作的陈军景 在不愿增加女儿负担的前提下并未同行 5月6日上午9点 轮船抵达基隆二号码头 步履蛮山的杨奈梅在女儿女婿搀扶下登案 面对不断闪烁的美光灯 骨瘦如柴的他先是一手遮脸讨饶 现在还拍什么 待听到旁人询问你还害怕照相吗 只得苦笑回我不怕我不怕我什么也不怕 抵台后杨奈梅又入台大医院 治疗高血压贫尿失眠身体疲乏与流行性感冒等复杂病症 这半年后的12月3日才自医院回到女儿家 遗憾的是就在杨奈梅离港一个多月后的6月15日晚 独自在港的陈军景因肺炎及肠炎入香港东华医院后 骤然病逝 人生走了大半历经云端与地狱的杨奈梅 不慧言鸦片害了自己更连累了爱人 她回忆年轻时扮过不少角色 但都比不过上帝安排的剧本杨奈梅坦言 我这55年的生活真是一场绝好的戏 我相信纵使现在没有人从这戏中获得什么 但是终究会有人在这戏中得到教义 虽然看不见观众是哭还是笑 获得的是嘘声还是掌声 都将顺从命运的安排 从空旷的舞台走回来时的后台 1960年2月27日 杨奈梅因脑溢血病逝台北享年57岁 年轻时爱怎样变怎样的任性 晚年已蜕变为千帆过境的坦然 杨奈梅依如她自导自演的奇女子 奇才的出身 奇特的际遇与奇谈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